大家好,我是李医生 高尿酸是一种常见的疾病 如果不加以控制 就会给身体带来很多的危害 高尿酸的主要表现 是体内尿酸水平的升高 而这个时候 尿酸就会在血液当中沉积下来 并且形成尿酸结晶 这些结晶容易在身体的各个器官当中寄居 从而对人体造成一个严重的影响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我们就需要及时的调整自己的饮食习惯 下面是五种高尿酸 最好少吃或者不吃的食物 第一种就是动物内脏的食品 像动物内脏是高尿酸患者 需要避免的食物类型之一 因为这些食品当中还有大量的飘零 而飘零是导致高尿酸的主要原因之一 所以如果你正处于高尿酸时期 最好少吃或者不吃动物内脏 比如肝脏、肺、心脏等等 第二类就是海鲜类的食品 海鲜类食品是高尿酸患者 需要避免的食品之一 因为这些食物当中也是含有非常高的飘零 而且大部分都是富含有蛋白质的动物性食品 所以如果你正处理高尿酸的问题 最好少吃或者不吃海鲜类的食品 比如说虾蟹还有鱼类等等 第三类就是酒精饮料 除了啤酒之外 高尿酸患者还需要注意其他类型的酒精饮料 比如白酒、红酒等等 因为这些饮料当中同样含有飘零和酵母 容易导致高尿酸发作 此外酒精还会对于肝脏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 加重高尿酸的一些症状 第四类就是糖果和甜点 糖果和甜点也是高尿酸患者 需要避免的食物类型之一 因为这些食品当中含有大量的糖分和脂肪 容易导致体重增加 从而加重了高尿酸的症状 此外糖类的食品会影响到人体对维C的吸收 使得维C的摄入量降低 竟然导致了体内尿酸的积聚 第五类就是高蛋白的食品 高蛋白质的食品 它也是高尿酸患者需要注意的食品类型之一 虽然说蛋白质是身体需要的营养素之一 但是摄入过多的蛋白 会促使体内的尿酸水平升高 好了我们这期的健康分享就到这里 关注我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